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接著來看第五小題 我們來看這兩個函數 他的 Ronskin 行列式 這兩個函數一樣 照 Ronskin 行列式的公式在這邊 所以我們第一列就是把兩個函數 擺出來 Y1 Y2 第二列就是他們兩個函數的各自平方 我們再進來看一下 所以題目是這兩個函數 我們將這兩個函數 Y1 Y2 帶進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Ronskin 行列式是這一行 所以第一列就是這兩個函數各自擺進來 第二列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函數的微分 首先我們先看這邊第一項的微分 這裡一樣我們用到了乘法的微分公式 所以前面先為是 1 那我就不寫 然後後面我們照抄 然後本來應該是加喔 這個地方原先是加號 換前面 X 照抄 然後後面的微分 1 的負2 X 微分不死鳥 1 的負2 X 照抄之外 還要多成一個負2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這裡的加號就變成-2 減掉兩倍乘上後頭 好 再來我們看後面這一項的微分 這一項的微分一樣這個地方是乘法 所以前面先為 2 2 X 微分是 2 然後面 1 的負2 X 照抄 然後繼續一樣加上 2 X 照抄 然後後面 1 的負2 X 微分的時候 一樣這裡有一個 1 的負2 X 可是前面要多成一個負2 所以合起來就變負4 這個地方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話 我寫在這裡 我將這個式子的微分 好 我寫在這 前面先為是 2 然後面的 1 的負2 X 照抄 然後繼續加上 換 2 X 照抄 那 1 的負2 X 微分是 1 的負2 X 然後這邊還要乘上一個負2 X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整理好會變成 這個部分一樣 負2 X 兩倍的這個 然後呢 這裡合併以後 負2 X 並過來 這裡會變成減掉四倍 好 所以這邊這個地方 同學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地方 減4 是這樣來的 這裡的 正乘乘上一個負2 本來加號 變成減號 那 2 跟 2 合起來是 4 所以這個地方的 4 X 是這樣子來的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 Ronskin 行列式 好 然後 Ronskin 行列式的話 這邊主對角線相乘 所以呢 這一項 乘這個 所以我們一樣用分配率寫開 這邊我們計算在這裡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 X乘上 X 1 的負2 X 乘上這個下面這一項 我把它刮乎起來 兩倍子 好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你如果分配率寫開 所以這一項有一個 2 X 那 1 的負2 X 乘 1 的負2 X 所以合起來就是 1 的負4 X 所以這邊第一項 那這兩個展開 後面這兩項展開 所以變成 係數是負4 X 那這裡也有 X 所以合起來是平方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有平方 那這個地方 1 的負2 X 乘 1 的負2 X 合起來是 1 的負4 X 好 所以這一 這兩個相乘 好 寫出來就是這邊的一二項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 剪掉這兩個相乘 好 剛剛是主對角線 那再來我們看反方向 所以剪掉 這邊這兩個相乘 我先寫 好 然後乘上 這整個這一項 那我把它刮乎起來 好 那我們來分配率一樣展開喔 這邊展開 這裡展開 這裡變成 減掉 2 X 那 1 的負4 X 所以這一項在這 然後再來這兩項展開 這裡負的 負的就變負負變正 好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正了 那這裡有 2 乘 2 所以是 4 那 x 乘 x 所以是平方 x 平方 那 1 的負2 X 乘 1 的負2 X 是 1 的負4 X 好 所以這個後面這兩項 是這樣子得到的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後面接著 這裡的話你仔細看一下 你會發現到這兩項消掉了 那這兩項也消掉了 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式子 行列式算出來是 0 好 那 再來我們看他的 Rouskin 行列式的微分 那 Rouskin 的微分的話 0 的微分還是 0 所以這一項 後面這一項很好計算 好 接著我們來看第六小題 好 題目呢是這裡 y1 是 x long x y2 是 long x 好 那我們來算這兩個函數的 Rouskin 行列式 同樣的我們將這兩個函數帶進來 x long x 帶到這邊的第一列 那再來我們看第二列的部分 就是這兩個個字微分 那這邊這個微分的部分 我也做給同學們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 這邊 x 乘以 long x 所以一樣 乘法微分 前面先為是 1 然後 long x 找抄 加上換前面 x 找抄 然後 long x 的微分是 x 分之 1 好 所以這個式子我們整理好 變成這裡乘以 1 所以就只有 long x 在這 那這兩個相乘約分掉是 1 所以這裡是 1 好 那再來後面 long x 的微分 這個微分公式 long x 微分就是 x 分之 1 好 然後呢 再來我們算一下它的 再來我們算一下它的 行列式 好 這邊我寫在這邊計算 好 主對角線相乘 所以 x long x 乘 x 分之 1 乘上 x 分之 1 然後減掉 這邊後面這兩個相乘 反方向 然後 long x 乘上 這邊是 long x 加 1 好 所以減掉這兩個相乘 那我們來計算一下 這裡的話 這裡的 x 乘 x 分之 1 這兩個 x 可以約分消掉 所以剩下 long x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有這一項 然後繼續減掉 這兩個分配率寫開 long x 乘 long x 所以是 long x 的平方 這個地方教同學一下 本來的寫法應該是這樣 long x 乘 long x 應該是 瓜糊的平方 那我們有的時候 會將這個東西寫成 平方寫在這 好 可以寫成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你這裡看到的 它寫成這個形態 好 那再來這兩個 減掉這兩個相乘 分配率再寫開 所以減掉 long x 乘以 1 所以這邊還是減號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 這個整理一下 long x long x 約分消 不是約分 這兩個就直接消掉 所以後面就剩下 負的 long x 平方 所以就剩這一下 那再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個的微分了 好 那這個微分就 比較麻煩 我們來算一下負 long x 這個的微分 這個的微分 所以我把它寫成 long x 的平方 好 現在要來算這個的微分 那要算這個 Ronskin行列式的微分 那微分的時候 這邊我們要用到一下 列索率 我們把這一項 看成是u 所以是負的u平方 好 負號照抄 u平方的微分 先是2u 所以是兩倍的cos x 再來要乘上這個 瓜糊的微分了 要乘Lon x 的微分 所以Lon x 的微分 是x分之1 好 所以這邊寫好 變這一項 那這個地方要同學注意一下的 這兩個x是不可以約分掉的 因為這個實際上 這裡是一項 Ron x 這是一項 再乘上x分之1 所以這兩個 是不能夠約分的 那你可以整理寫 比較好看一點 可以這樣寫 如果你想要寫整理的話 可以變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這邊解答這裡寫的 它的形式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好 理由是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題目讓你看到的是 Lon x 這個函數 它的微分 所以同學們自己要多練習 這個微分會比較難計算一點 公式要備好 好 那這幾個單元 我們都練習了 Ronskin 行列式 它的計算方法 所以公式上面請同學們 要先備熟 再來就是行列式的計算 那中間的函數如果是多像式 微分當然是最簡單 那碰到指數或者是三角 或者是對數 這邊的微分方法 當然就複雜了許多 所以同學們 微分公式要備熟 再來練熟練的方法 也要很熟練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計算的時候 才會比較容易 好 那我們這個單元結束 請多多多數 請多多數